这种 之前应该各位有学过 PHV 没有吗 还是 JSP Java的 server page JSP 然后 其实微软的是 ASP.NET 是用 C-Sharp 的 其实这些东西源的原则都差异性不大 反正就是你背后 如果像之前你用 JSP 的话 背后还是用 Java 你写完之后还是可以在 那个 server page 上面 run 主要当然要解决互动的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把一些相关的参数 从我这边 client 端 传到 server 端 让他可以 run run 的时候 再丢一些结果到 client 端的网页上面 show 所以刚刚第一个我们要解决 完全没有互动的话就是 hello 1 你就 hello jungle 不过这个 hello jungle 永远都 hello jungle 如果说我今天要跟他互动 所以我要传一些 URL 的参数给他 这个参数要怎么传 所以我们这边又需要写第二个 hello 2 所以如果 hello 2 那你就在想 URL 必须要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东西给他 就是像刚刚我们是用 PACE PACE 后面跟他讲说 我这边多了一个 hello 1 他找到了 那不过 URL 2 比较麻烦 他必须除了丢这个 PACE 之外 他还需要多增加给他什么呢 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也许我要在这边加一个 比如说我传给他一个 Terry 好的 然后 enter 过之后的话 他就会出现叫 hello Terry 意思就是说我把什么 这个传给他 他要能够抓得到 而且抓到之后 并且帮我把它 在那个 HTTP response 后面 本来是 hello jungle 变成 hello 加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就是从我们这个网路 那个网址 UIL 上面 传给他的一个参数值 他就把那个参数值抓到之后 再串到那个后面 让他可以显示正确 类似像这样应该可以很好理解 只是说这个有些细节 一点点错都不行 enter 一下 Hello Terry 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想说 这个如果不是斜死的话 你可以 Hello AAA 可不可以 Enter Hello AAA 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他丢不一样的东西给他 他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 不过这个也需要 这个传递的方法一定是斜线后面加一个 如果你还要再加一个的话 你斜线后面还可以再串一个 斜线还可以 就是你可以传好几个参数给他就对了 跟以前在用JHB JHB后面是个问号 哪一个参数等于什么名称 end 哪一个参数等于什么名称 优点不太一样 传的参数 不过其实Python里面也可以传类 是刚刚讲的那种问号 然后参数名称等于什么 参数end 参数名称 只是说写法不太一样 我们先讲第一种写法 首先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 跟刚刚一样 反正以后如果你要写任何的 一个新的方讯 就是你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说要先转一个 先新增一个方讯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我们先第一步 一定要先从view里面 views里面 先增加一个东西 那我要增加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抠下来改 其实hello1跟hello2猜在哪里 第一个 因为后面我会多一个参数 多一个 多一个参数 那这个username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是 我从那个url传给他的 他接收到了 然后把它串在哪里 串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我刚刚不是打一个Terry 那Terry就带到这边来 那可是我后面一样是return一个 htt respond 那差别的地方就是说呢 后面就把这个串在这里 那那个也是一样用标题一好了 但未来你也可以把它自改颜色 或其他反正你httml自己修改一下 他效果就可以做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第一个view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 反正以后 你如果要写那个后续的程式 反正第一个先view ok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是再到什么呢 url里面 去把他这个方权告诉他 对应他的某个url 对应到某一个方权 这样就ok了 只是呢 特别注意哦 他这个url 我们第二个say hello 你不能用刚刚配时的叙数方法 你只能用url的叙数方法 因为他必须他要能够传 他不是单纯一个pass 而是说他需要传递一些东西过来 ok 所以我们用url来做 不过url来做的话 特别注意这个url 他预设是没有帮你input进来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你用url的话 他这边会出现错误 就是他找不到 你找不到这个function在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你上面必须要input一个东西 这个input的东西就jango里面的config 里面的url 再input这url 这可能稍微稍微记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url要把input进来 或者他找不到这个url的function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告诉他说这个网址 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我前面加一个ur 一个绝对的位置 绝对位置跟他讲说 这个绝对位置 那这个后面的话就是所谓的那个正规表 或者叫正责表示法 那正责表示法的 开头就一定是这个符号 结束就是这个符号 ok 开头跟结束了 开头在这里 来结束到这里 那里面的话呢 我在hello2斜线后面呢 我要放 放什么呢 放 这个可以让使用者key一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话呢 如果你是反斜线w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应该有学过吧 就是 不管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或数字都可以啦 就是说 只要是他一般的资源 他都接受 后面的话呢 都一个加的话 就是说 他一定会是一个 以上的资源 ok 阿瓜壶的话就是包在里面 反正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是要放这些字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呢 后面就是结束符号 ok 开头结束 他就放这些 然后并且如果他输入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他输入的东西怎么样呢 带给这个hello2 ok 所以后面是hello2 那hello2后面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input的时候 有input say hello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 好像是不是自己打 他会自己帮你把它加上去 如果你打一个say say 他会出现say hello2 那你点两下他好像会自己加 有没有 对 eclips会蛮贴心的功能 ok 当然如果你要不是用eclips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打 反正一定要input过来 他才找得到 否则一定会出错 最后save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run一下 应该我刚也没改了 反正就是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传一个东西给他 enter 他在那边接到呢 接到了 并且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response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所以 刚刚第一个先views 把刚刚的改一下 多一个什么 在后面串一个username ok 然后放在这边 say hello2 第二个的话 uil 那就不能用paste了 我刚刚试试不能用paste 不过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因为旧版的话 一律用uil 新版他突然又给你蹦出一个paste 那我还没有时间去查 尤其你们可以试试看 paste是不是也能够做出一样的效果 ok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好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来切一下